中国大使警告菲律宾为美国火中取栗 后果严重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表示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告诉他 如果菲律宾允许美国利用其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 对中国发动侵略行动 菲律宾将无法庆免 根据马尼拉公报28日报道 杜特尔特在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 中国大使在最近会晤中向他表达 一旦美国军队对其发动攻击 即使中国最强大的盟友之一菲律宾 也将成为攻击目标 我再次提醒他 菲律宾与中国没有争吵 这是杜特尔特说的 但是他对我的回答是 如果你提供可以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的地方 菲律宾就永远成为目标 他敦促菲律宾和美国政府向菲律宾人民通过根据增强防卫合作协议 实际在菲律宾建立美国的军事设施 杜特尔特称这份协议站点已经增至全国17个地点 马克思政府应该开放讨论 因为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这将影响菲律宾人民 他们将面临一场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战争 今年2月美国菲律宾同意扩大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菲律宾随后决定新增四处军事基地提供美军使用 这个东西呢怎么看呢 这个中国的驻外使节呢之前呢是采用这种韬光养晦的这种做法啊 就是一旦遇到什么事呢就先那什么啊 先呢说一些一些话 然后呢这种这种话呢你直接理解呢 理解不去理解不清楚 你得好好分析 但是现在呢就变得非常直接了 我怎么评价这种事呢 看到祖国啊 我说的是祖国这么流氓啊 我就放心了啊 这个呢在美国眼里呢已经不是战狼外交了 这个是鹰派外交 这种直接的做法呢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呢他减少误判 他告诉中国实际的意图是什么 中国的做法是什么 中国将怎么做 这种论调和这种作风和行为会让所在国的这些人啊 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后呢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这种做法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今后的这种与美国眉来眼 去火中取栗的这种事呢 也要有承担后果的 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对于菲律宾来说呢 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对美国关系 他想要一个对什么样的对中国关系 是他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会替他选择 但是在每一个选择的背后 都是有利益的绑定和后果的 如果你跟美国走得太近 你觉得呢美国能给你提供机会 美国能给你提供帮助你可以跟美国走 但是这是有后果的 如果你为美国呢 火中取栗 然后呢你把你自己的身体贡献出来 让美国使用 我说的是身体哦 让美国使用的话 那么对不起 到时候如果你惹到了中国 那中国对你呢 毫不客气呢 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你要要承担后果 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 你不想承担后果 在现实主义的外交关系当中 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外交关系当中呢 你做什么事呢 它是有后果的 你首先要准备好承担后果 然后才做出选择 这个呢就是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呢 现在就已经非常直接了 这种做法是对的 其实最近呢我们看到啊 这个中国驻外大使 尤其是驻韩国的 驻日本的 驻菲律宾的都是非常的直接 都是警告当地 如果你跟美国走得太近 如果你的领土被用来到时候 进攻中国本土 那对不起 对不起你如此的干涉中国的内政 你如此的让美国去去那什么 去进攻中国的话 那对不起 到时候一旦打起来 对于你们这些国家来说 那要葬身火海 这个呢就是非常直接的警告了 而这种警告呢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避免这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走钢丝 这些国家在干什么 因为历史上 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 中国一方面呢搞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没有办法 自己实力不济 这个东西呢很正常 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一中政策似的 一中政策在我眼里是什么 强加给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什么叫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是一北和两岸都是德国 三八线南北都是朝鲜吧 那这种东西有没有实际的作用呢 他只是他只是提高了美国可以在这块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加注 不断的摆弄这些措辞 然后就可以同中取利的这种情况嘛 这个东西呢只是对美国有好处 对中国呢他不见得有好处 但是中国当时的情况啊 你当时一穷二白 人均GDP不如马拉维 为了发展没有办法 那就接受这个不平等条约嘛 如今呢情况变了 情况变了这个条约 那也得想办法废除 也得想办法变一变了 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所谓的一中政策 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变成什么了 变成第四个联合公报 第四个联合公报 然后到时候咱们再来一个 哎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 第一部分 到时候你美国必须给我承认 你美国不承认你小心点 明白不就这么回事 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是什么 当实力不一样了 实力不一样的时候呢 与之的行为和与之的这种尊重呢 一定要不一样 这个东西呢是实力的使然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现在呢 中国周边的国家呢 也面临这样的选择 其实美国呢 他现在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承不承认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我承不承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如果你承认 那可以保全美国的一些利益 同时可以保全美国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我之前说过的惯例优势和这个生态优势 如果美国执意要跟中国对抗 执意要跟中国切割的话 那对不起 中国搞出自己的系统来了 可就没有美国的什么全球霸权玩了 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 中国搞出了自己的系统 给世界第二套选择的时候 那对于美国来说 单击霸权还有用吗 那单击霸权肯定没有用了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看清楚了 最近咱马克龙啊 小马哥 他就主动的说 我承认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其实马克龙这个人呢 咱这么说有点出风头这个劲 有点呢为某些利益代言 但是他毕竟说出了这句话 说就比不说要强很多 美国现在呢就莫领两可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现在在左右摇摆 一方面呢 他知道中国的实力已经是超级大国了 另外一方面呢 他不想承认 为什么他不想承认呢 因为他承认了 他就否定了他之前的宣传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你否定了你自己之前的宣传 你现在执意的不承认 最后你将在这点失去利益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于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一样 对于中国周边的国家 你是承认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还是不承认 如果你不承认 那你走之前的路 那咱就走着瞧 之前的路是什么呢 中国的周边这些国家呀 无论是韩国日本 还是这个东南亚这几个 包括什么马来亚呀 新加坡呀 甚至包括越南 菲律宾那就不用说了 他们之前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 经济呢 我跟中国高度的绑定 我跟中国高度的合作 然后经济呢 有经济利益 然后安全这方面呢 我跟美国在一起 我跟美国在一起 我让美国呢 在这建军事基地 我让美国保护我 然后呢 一到谈安全问题的时候了 就说我要跟美国合作的时候 谈完安全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POA中国 怎么POA中国呢 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 只要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 如果中国估计与他们的关系的话 就得给好处 如果中国不给好处 一扭头 哎 他就主动破坏中与中国的关系 然后呢 跟美国呢 签署一系列的安全协议 韩国呢 不就是萨德吗 日本呢 不用说了 那什么东西 菲律宾就是几个军事基地 在南海 跟你闹点事 就这个 然后菲律宾 然后这新加坡呢 就是增加增加军事部署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增加军事合作 不就是这个吗 然后呢 等到这个安全这些东西达到了 安全达到了 马上把他当中的有一些人啊 对华的所谓鹰派 其实在我眼里就是 就是那个小大小那那些破玩意儿啊 小爬虫派啊 这些小爬虫呢 或者小旺旺 这小旺旺派呢 哎 就给他清理掉了 清理掉了 然后马上一改口 说我马上要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你跟美国刚搞了这些安全协议 然后呢 你扭过头来 就要跟中国呢 哎 捞取经济的意义 这个是之前这些国家做的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的地位在这摆着呢 你之前有这个选择 是因为我的 我跟美国的实力对比呢 哎 稍微颤着 颤着点火候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我之前也说了 美国现在如果没有他的原子弹保护啊 那中国捏了美国分分钟的事 很多人觉得我说这些东西 你你是不是有点 有点中推这个劲 我说我不是 为什么 你看你比什么 中国和美国 你要是比汇率GDP 或者汇率产值的话 最近人民币不又下来了吗 这汇率产值又又不行了 这个汇率产值的话 它没意思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说汇率产值的话 山东省的汇率GDP 是要高过俄罗斯的 那你说山东省能干过俄罗斯吗 好像够呛啊 但不过不管怎么说啊 山东省可是有全套的工业体系呢 这个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俄罗斯 它汇率GDP不如山东省 但是它实际的能量呢 它实际的能量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嘛 对不对 俄罗斯有很大的矿产资源 俄罗斯有原子弹保护着它 对吧 俄罗斯有原子弹保护着它 俄罗斯的工业生产 也没有被荒废嘛 苏联留下的底儿还在嘛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你要看俄罗斯的汇率GDP呢 可能跟韩国差不多 可能还不如山东省 但是人家这个谁 人家俄罗斯的实力在这摆着呢 这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这块怎么跟美国比 你跟美国比购买力评价也可以 购买力评价是美国的130% 你要是比发电量或者能源总消耗的话 很有可能到200%了 啥意思 就超过美国一倍嘛 那这个情况下 那你觉得美国这个生产力什么样 而且美国的基础工业生产力 远远的落后于中国 那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原子弹保护的时候 就凭生产力 那中国捏了美国 是不是分分钟的事啊 那肯定是嘛 但是为什么中国捏不了呢 不因为美国有原子弹吗 我之前也说过 原子弹曾经给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 现在原子弹保的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 那这是事实 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承认 不承认也不行 人美国的实力在那摆着 他的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正在保护着他 也就以至于 他的原子弹保护着什么 保护着他这个惯例优势和这个 和这我们管的 我们管的叫生态优势嘛 整个中国还必须得跟他争这些东西 然后同时跟他玩那些非常恶心的认知作战 其实如果没有原子弹 情况会很好办 但是现在毕竟他有嘛 就这么一回事嘛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周边的国家呢 要承认这一点 承认什么呢 就是如果真要是爆发战争的话 真要是就是说 跟美国跟中国爆发爆发那种热战的话 周边这些国家 他们如果给美国伙众取利 他们如果把自己当成战争的工具的话 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那毕竟是藏身火海 什么叫藏身火海呢 到时候他就会成为中国攻击的目标 为什么成为中国的攻击的目标呢 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在正在改变的战略态势 之前中国的战略态势呢 就是比较收缩型的啊 我不出去惹事 然后呢 我那什么 因为实力嘛 实力在这摆着呢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实力 因为之前一直要拼着发展嘛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首先一方面是中国实力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之前的放弃了之前的对华政策 那你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是该出手是就出手 必须的要直接嘛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韩国非常的直接 在日本非常的直接 在菲律宾非常的直接 就告诉这几个国家 虽然你跟美国已经签了什么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的背后是有代价的 但是这个协议的背后 必须得有实力的支撑 如果你没有实力的支撑 到时候战争爆发的话 那后果非常严重 什么叫后果严重 对于你这个民族来说 对于你这个国家来说 可能都不复存在 就是这么个结果 你想不想要 其实这些国家 想跟美国走在一起 它的情况是什么 它想要更多的好处 然后呢 它想通过制造这些安全问题 然后呢 从中国呢 再拿到好处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之前你可以这么玩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跟美国走的越近 太好了 中国会不让你发展 中国会迟滞你的发展 因为你没有投资 是不行的 美国现在是什么呢 让你把你推到台前 让你去跟中国对抗 他自己躲在后边 到时候能不能帮你 都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会不会投资你 象征性的投资一点 给你个 给你撒几个硬币 给你一点狗粮 就可以了 这是美国想要的 美国想把他盟友推上去顶纲 自己呢 在后边给自己争取时间 这是美国想要做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中国呢 这些这些国家呢 如果没有没有这些投资 没有就是就是中国的这些贸易的话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就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那到时候 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上不去 比如最近韩国 韩国为什么出这些问题 中国的产业升级吗 中国产业升级 蚕食掉了韩国的市场 蚕食掉了韩国的市场 那中国的产业升级 就将韩国很有可能会逼到发展 往发展中国家那个道路走 那这个对韩国是非常可观的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你现在要做出选择 你做出什么选择 适合你自己的选择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特 有人说他是亲华的 他根本不亲中国 他是什么 他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前途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他为了利益是什么 我要为菲律宾着想 我不能说到时候战争业一打下来了 菲律宾到时候葬身火海 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但是现在菲律宾跟美国做的这些事 那最后的最后的命运 如果一旦开战 那菲律宾毕竟葬身火海 那这些东西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但是菲律宾小马克斯政府 现在就是跟美国签了 就是不去公开讨论这些东西 你怕什么呀 这个里边就是有意思了 这里边就有意思了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 就是说这些国家正在面临选择 面临什么选择 你承不承认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如果你不承认 你跟美国一样 美国现在还有一些本钱不承认 实在不行退回北美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菲律宾 你要是不承认的话 到时候战争爆发了 对于他们可就是生与死的选择 到时候怎么选 就看他们的选择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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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